今天再说说张云雷吧 因为最近在很多社交媒体上 都看到了许多人对他脱粉回彩 那么脱粉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 夫妻两个人领了结婚证 还可能劳艳纷飞 更别说明星与粉丝之间 这种最不牢靠的关系了 所以不管脱粉的理由是什么 那么毕竟曾经喜欢过 曾经爱过 曾经捧在手 心里石如珍宝 为什么要脱粉回彩呢 证明自己并不是自愿脱粉 是明星表现的不好 他没有达到我的预期 然后我真是百般无奈 只好脱粉 这不就像曾经让华飞说的那句话吗 什么人就是矫情 如果你对他有一个审美疲劳 这么多年追过来 觉得好像对他有一些失望 那么默默的走开就好了 就像当初你默默的来一样 并不会带走一片云彩 为什么不爱了就一定要恨呢 为什么不喜欢了就一定要把它毁灭呢 你现在把它贬的如何的低 就只能证明你当初是真的瞎 不喜欢了江湖对望 各自安好 你愿意爬墙的爬墙 你愿意在墙头上站着也可以 能不能用一种比较温和的 比较善良的眼光 来看待你曾经爱的人呢 毕竟从2018年到现在 已经六七年时间了 那身美疲劳也是有的 也是有许多的新鲜的鲜肉 美女出现的 你大可以去喜欢别人 但当你喜欢别人的时候 一定别忘了那句话 只见新人笑 不见旧人哭 你已经将它弃如碧履的 难道你还要给它扣上一些 这样那样的莫须有的罪名 彰显着自己是多么的无辜吗 我们可以相信任何的任何事 但绝不能相信时间 时间会改变一切 即便它已经不是你的心头好 但看在以前 它给你带来的欢乐 给你带来的那些温暖的情况下 能不能善良的一些